生活報價 為了讓老大人更健康 願意出門運動 今年衛後部就開始補助 地方政府 企判十大健身 股肉部 家族館的中部 有自民社區關懷記點 今天正式企判健身股肉部 希望透過安全的運動環境 高麗老大人出門驚訝 去運動 這都林安 當在企判社區的 企判做運動訓練 家族館中部鄉的企判社區 生理家族館第一例 可以讓老實大來使用的健身股肉部 相關的一些上肢跟下肢的一些 律動跟擺動 然後增進長輩的肌耐力 然後延緩他們肢體的退化程度 前國政府的推薦 中部的入民社區二十八 正式去用這個健身股肉部 裡面有各種記載的學習大使用 中進大學的專業團隊 還有要提供紀錄跟學祖 那這些數字在經過兩三個月的訓練之後 我們要看一下它進步的幅度跟狀況 那一般的研究的成果都顯示說 只要你有做肌力訓練 那進步到一兩倍的的肌力的能力 是非常常見的 管政府表示 這個四十平的運動空間 在了學部有入民社區 旁邊的學部社區 也可以做回來使用 這個所在提供的情況和問題 也要加做接下來十八鄉定推薦的參考 希望可以用運動的健康觀念 改善實斷身體體化的情報 記者林肺庭 加基報道